90 後青年全新任務決戰消費陷阱 被人騙?買錯假火?貨不對版? 那就要叫我們 90 後翻牆大作戰 K.O. 消費陷阱 歡迎回來最新一集90 後翻牆大作戰 上集因為阿繼有些事情要做 所以不能回到錄音 好像不在香港 不知道著草著在哪裡 所以請了我的朋友阿易過來 但是這個星期阿繼都還沒回來 所以我還是要再請阿易上來 非常開心 都請了阿易上來 沒問題 幸好阿易你都肯過來 非常開心 不要這麼說 上集就和你談了一下其他項目 都是一些我們日常有接觸的事情 說一些雜誌 但是今集正式開始之前 都要再宣傳一下 各位記得上去Facebook就like我們90 後翻牆大作戰的項目 like之後有時可以PM給我們 留言給我們 有些什麼新消息 有些有趣的新聞 都可以貼上去分享給大家 上集也跟阿易說談一些比較窄的項目 但今集我又不是窄不窄的項目 怎麼說呢 是一些網購的題目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也跟阿繼 經常都有去做一些項目 就說一下網上買東西 有沒有什麼情況下 很容易中伏 很容易出事的樣子 有說過 但是今集我們要說的這件事有點不同 因為這件事 首先他裡面的事主 不可以說是中伏 一連串計算錯誤 我會形容是 他是自己畫了一個項目給自己跳 即是自己挖坑自己跳 也是的 但今集這個新聞 其實都是在網上一些討論區 或者一些群組 應該算是發生的事 也令到一些媒體也有去報道 但這件事其實就是關乎這件事 我也都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就是模型 我知道你都是網上買的模型 久不久一盒 但是你的砌得不多 我砌得不多 我也是 即是很喜歡才會買 即是很久才買一盒 我現在也不敢買這麼多 因為發覺買的速度是遠比砌的速度快 而且簡單 人大了你 可能現在幾十元盒 你就說八十多元很划算 買回來 然後發現我沒有時間拼砌 即是有空也就算有空也 即是質素的意思是不上色 未必會做得多 連線也不先 但我也不想 現在也不想了 我好像很浪費這支模型 這個我一會再說 但今次這位事主 話說有些什麼事就我們的節目可以拿出來說一下 就在網上看到一位事主 他就是去尋找他的心頭號模型 其實現在很多玩具迷 去找一些自己的心頭號時 現在都會去網上找 當然有人聽說廢話 我早就上去阿虎必 上去Facebook群組交收玩具 當然有時候在香港買 可能你說未必有些貨 找到一番位都不齊 或者太貴 五支如千 所以都會向一些所謂日拍網 或者一些日本其他購物網 例如亞馬遜也有 樂天也有 或者這次這個案子就說一些日拍 我以前也有上去找一些心頭號 有些在香港完全找不到的貨 結果在上面我找到一些貨 都很開心 但這位市主可能本著我類似這種心態 就上去找一下沒有什麼心頭號 因為原來市主原來他用那個市主 其實很壞 但是沒有錯的字 其實嚴格是說到 市主又 這個市場的主人 已經比較忠肯 都已經可以這樣說 話說這位仁興 他就開始上網找他的心頭號 他之後就是想找模型 他還想找高達模型 然後他又說想找回一些童年夢想 就可能想找回 要是最舊的那輯高達的一些模型 還是想找回一至五十多號款 都是一些早期的模型 就不是現在新版的模型 我覺得早期的模型有早期的收藏價值 你未必說可以很升 即是用某些人很喜歡說的字眼 未必會很升值很炒得起 小弟不是那一種玩家 我買玩具我不管炒不炒 我自己想儲我就買 那些所謂的Boss Art 即是封面那些圖 他用舊式那種 好像油畫阿楓的畫法 其實那種漂亮的程度 又不同現在這種 這個年代那些模型的Boss Art 也是的 所以我覺得有另一種的收藏價值 而這位朋友 他就開始上網搜尋他想找的模型 最後就讓他在日本的拍賣網 找到有人放一些模型出來 而且就應該不僅是他想要的範圍 最後是有人一次過放一百盒 這些其實好像是日本拍賣網 有時候都很常見的 即是一堆一堆霍 你不是那時候看到有人這樣賣東西嗎 都常見的 其實我自己入拍就很少買玩具 我就買可能是CD多的 你也存CD的 CD都有時候 譬如我看一隊組合這樣 都會叫做找不到單隻 就會去買一堆 然後回來香港再拆給朋友 都很多人會這樣賣一堆的 然後回來一起合作 但真的在Bit之前 真的問了朋友要不要先 我自己的舉動 最重要是你還要夾朋友 其實這次這位朋友 看到他就說要一百盒 那個做法都好像跟你一樣 他就有找到沒有人去跟他夾 但是可惜地 我不知道我可以用可惜地這個字 結果來講沒有用錯字眼 結果他就有找人去一起合作 但是他合作的可能是網友 被人走數 走數的風險程度是高 比你剛才說的朋友那種 就是朋友那種走數 你還可以找他出來 然後造成一些物理攻擊 其實朋友 我當時自己是 半買半送的心態 因為我會覺得 就是我必這一堆東西 譬如可能五百港幣回來 計算所有納袖的東西 五百港幣左右 可能七隻 我有四隻是要的 剩下三隻 我半買半送 你不給錢 我覺得我都值得了 就是我自己的心態 就調校得很好 還有你這個今晚 你可能不太在乎 因為今晚不算是很高 你說我買那樣東西 買貴回來之後 我不能散開買 就是我試過 有時候上去 都是網上購買 可能有時候買一些工具的東西 就是有時候一些器材上的那些 有時候有些可能 買三隻就送多一隻那些 就是有時候可能 你講可能有時候 組裝有時候用一些數 或者做電腦東西 那時候用一些數 去掃在塵酒 否則你會有很多麻煩 有時候買那些 買了一堆回來 那才算數是底的 那你買完回來 那我就拿去派街坊 我自己的選擇方式就是 還有有時候的數 譬如我們上網 那你買一大堆回來 其實都是消耗品 你掃一掃都會爛 那些數很窄 那其實都可以的 有時候有些玩具 可能A這隻 B那隻 但我真的想要A那隻 那B那隻就 送給朋友 有時候用那種心態 我就跟朋友說 你幫我收留它行不行 我才這樣說 我真的想要A那隻 你幫我收留它行不行 他把它偷偷給朋友 這個故事的事主 他就找一些網友想和他一起夾這張單 去買這些模型 可能他自己 不是一個人想拆掉一百盒 而最後 他又叫做再上網 跟別人去 對 到最後好像真的下了必去買 但他應該是經一些 叫做幫別人代購的公司去買 叫做幫別人必贏的公司 經這些代購公司就下了必 所以他就得到了一百盒模型 而最後一百盒模型 其實你算一下價錢 又真的不算貴 不算貴 科物本金 科物本金真的不算貴 他就好像最後埋單 就是四千多港幣 如果你四千多元有一百盒 根據我這些 差點的數學 計法我立刻深算 你當是四十一盒 我很怕這些會計錯數 這些會計錯數那種 養需程度是特別高的 他就說好像是四千一百六十幾 那你當是四十一個六盒多 四十幾多元一盒 他說這些就不是很新版的 新版可能大一點的 可能有機會一百元 二百多元一盒 但他這些舊版的 其實你出街買都是幾十元一盒 但他現在叫做一落過 齊了 其實這件事是開心的 如果你不想有沒有位置放 錢錢的問題就是你一落過 齊了一堆 你想要的連號碼 這些收藏的角度是很治癒的畫面 好像儲銀子一樣 有些儲年號碼 但這些有號碼 什麼一號二號那些 你一下子都齊了四十幾盒 因為我很開心的 我試過齊了 01-05 我買玩具 我齊了1-05 已經很開心的 很漂亮的 但是他有千算萬算就算漏了一件事 亦有很多人上去網拍 甚至乎去網購也少一些 網購也馬上給你 網拍或者代拍去買海外的東西 很多朋友有時候會計漏了一條數 就是計漏了運費 這個真的是復位 這真的是復位 怎麼說有很多新手是很容易這個位置中招的 因為運費這件事 如果你說我剛才說網拍 現在已經拍了網 像阿虎必那些 我猜是阿虎必 這些你就很遺憾這條數 因為那個網購 你檢查一下那一刻 已經算了運費給你 而且會列好哪一部分 收什麼行政費 什麼費 收了多少錢 如果網購就沒那麼遺憾 但是現在去網拍 就犯了人類總是犯傷共錯誤 這次去買高達模型更加可以用這句話 這個如果你說頭兩三次犯 我覺得都重情有可言 但是聽聞這個事主 照我們的理解 在那個報道裡面 有些網友說 他不是第一次的 有些網友就說 你也不是第一次的 你游你 師傅你游你 那一種心態 但是先不說一件事 一件事真的不知道 免得再說一件事 而他最後就算漏了運費 然後跟代拍公司那些去計算 這個事主最後發現 原來他現在手銷上的錢 就只是夠給貨的本金 即是貨的錢 就不夠錢去給巨額的運費 運費好像還沒有算實 最初是 但是開始有一些 你可能初初說會夾的網友 就聞到一股糯米 他原來說四千多元 沒有算運費的 回到我要吃的 隨時比我在香港出街 要想辦法找回來 一定的 因為他現在說 我們剛才開麥克風前也算了 四千多元 一百盒模型 如果十盒都還好一點 但是一百盒 運費 如果照你計算 你會計算多少 一時間算不算得到 但是要看他用什麼相 還要一箱 譬如我當你一箱 入十盒 那你至少也要十箱 一箱 如果入到十盒 舊的尺寸 我想三四百元走不掉 即是三四百元一箱 一箱 還沒有計算他 是否用Bubble紙 是的 自己不要計算旋運空 因為你肯定是旋運便宜的 但都應該走不掉一箱 但根本你說去日本網購 或者拍賣網 其實一個紙皮箱回來 二三百元運費 都很合理 很合理的 除非我曾經買的東西很細箱 就可能幾十元回來 即是除非你買一張紙 一張紙就有機會 跟你的貨差不多價錢 譬如我以前玩AKB 我買他們的照片 新寫的那些 可能一張照片 說一千多日圓 運費可能十幾二十元 我之前試過和一些朋友 在日本的網購買玩具 那時候我夾了一張單 就四盒東西回來 四盒東西回來 箱大家都 你預算四盒玩具 我猜不是很大箱 其實也不算很大箱 但回來的運費 我最後好像每人二十元左右 因為它裏面是四盒 但我是除了分數 所以我每一份的錢 就是二十元 加上這個 我當作八十多元 其實我用最慢最慢的 而且那個商品 四盒其實是便宜的 但那些講解已經是模型 應該就不同 我那些應該有機會比較大 算法就差不多 而且因為太麻煩了 日本算運費 它跟我們香港不同 它是算三邊總和 三邊總和 三邊總和 再加重量 即是算箱的三邊總和 可不可以這樣說 它不是算體積的 它是算三邊總和 是每件貨這樣算 最後放了一個箱 就拿那個箱去算 當然是拿那個箱去算 總之你不要那麼散 你找一個大箱 可以進入多少 可以多少 那它就只會介一個大箱 但如果你說按照現在的個案 我降到一百合 即是十合一個箱 我當是十箱 但你十合進入的那個箱 你也不要預算太小 不是貨櫃那麼大 但你也不要預算 剛才我那些三四盒的箱 如果我降中 剛才我那個計法 我降到我那百多元 我那一箱很大 我會說百多二百元 一箱很美味 尤其是他的運費 四五五千元 我猜的運費 四五五千元 我猜的運費 當然這個市主 好像之後還有出幾個帖 說什麼 如果運費三千多人 我搞定 三千以上就是大家分享 變成很多人 馬上跳船 用這個字母用錯 馬上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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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沒有人會破虎沉舟 現在不是破虎沉舟 只是沉舟 你不用破虎 你已經沉了下去 我經常說的 是衰硬的 即是搭沉船 沉船 真的沒有 馬上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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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據報道 好像也不太誇張 應該也很絕望 但是總之他最後到難搞了 現在應該也不知道怎樣 因為他貨運錢都還沒給到 那有機會就可能是 我猜可能交易告吹 如果我是市主的話 我會不拿貨 即是虧了四千多元就算了 因為拍賣了 那天他就是要給錢 代購公司或留戶公司 才可以幫他拍賣成功 即是他那天的錢一定沒有 其實虧了 但是你說 其實你一百合回來 香港地方這麼小 你要找一個地方傳 也是有一個問題 你不要說運費 你有張相片出來 應該是日本的賣家拍嗎 那真的挺壯觀 太多了一百合 真的太多了一百合 太多了一百合 好像我自己 我在我的房間 放一些無形的傳 我那個傳了多少盒 幾十盒左右 都很下位 我已經經常要 把這一盒搬過一些 把這一盒搬過一些 我才有位置去擺其他東西 你還說一百合 你不計全倉的東西 那很麻煩 其實我家裡 其實跟大王差不多 大王也有 我之前也給過一些照片給你看 我也有幾個紅白藍 經常在家裡會做 好像以前玩遊戲 倉庫番 我要放開一些東西 才能做到 有時候要找某些東西出來用 又要推開 搬來搬去 做貨運 收拾貨 以前我做零售的時候 做某個大品牌的CD店 都是倉庫番 櫃桶只有這麼多 但是收拾貨 就收拾到整間店裡這麼多 然後收拾來收拾去 那些客人們買那些司機走 那些滴滴來的那些DVD 多到 滴滴的那些18多 所以如果現在一百合回來 真的挺難搞的 當然有些網民就再計一條數 如果計一條數 我當你原本四千多元一百合 那我現在當你不如誠意好 或者不要誠意 就當加三千元是運 不行 我預計一條數四千 至少四千 以我們計一條數 已經是四千 那四千加四千 即是現在這一百合模型是八千多元 那你除了八十多元 都只可以說 那些舊版模型 我想有些人可能聽過 舊版模型應該是炒到無倫那些 但其實又不是那一隻 因為這堆 以我認知這堆都不知道翻版了 即是再版了那幾多久 即是之前我現在上網 有些新聞說 有個老公整堆模型是被老婆拿去買的 當然最後就是老公有說過yes 說是ok的 我已經堅持到 有一堆拿出去賣 那時候那天討論過 那堆不是很傷 但有些人說那堆 那堆不是很傷 因為應該來不可以再版 來不可以再版 其實這堆應該不是最原版的 變成一個傷的程度不是很高 即是不算用炒玩具 就不算很有價值那堆 不是生命值硬折 即不是每次要很高價那些 但那時候我就說 那個最傷的就是 看他存了很久 所以讓他有些心痛 但現在這個不同 你現在一百合回來 你除非他真的很開心 不要緊 反而我有了一百合模型 我的人生就完美了 那場場有得去 我每天的生活就會過得很開心 除非他這樣 否則他之前那天想找人幫忙 一起拆那批貨 即是他現在回來 如果他是要不虧錢 他都不知道怎樣 除非他回來虧賣 這樣去虧小蕩贏 真的輸小蕩贏 真的輸小蕩贏 其實這件事可不可以說 從你自己 我記得你那天拍經驗 你自己也拍很多 你早期有 其實你重回這個 你覺得整件事不是事主 都犯了幾個錯 都多 照看他自己列出來 他那間代拍已經收得很貴 為什麼說收得很貴 我見他連這個叫做 港幣銀行轉帳去日本銀行 都照收他一個錢 因為我們以前用的那幾間 都沒有這個行政費 即是他是轉帳 又收一轉錢 然後再自己本身 又收服務費 那些東西 因為再計算他自己 用一個叫做 網上銀行的方式付錢 他那裡又收一個償金 PayPal 不怕說 但PayPal 都是那間代拍公司收他的 應該是 PayPal好像有 因為公司用PayPal 都要付一些錢 去PayPal公司 所以我之前試過 有幾轉用一些PayPal去付 即是去買不同的東西 試過是網拍也有 網購也有 用PayPal 然後對方說 要收回1%服務費 這個是PayPal一定要收他們的 如果我是可以的 但他現在又用PayPal 本身雲費又很貴 再加上那間 聽你講也有幾個錢 正常就是 本金運費 跟著可能 某些代拍的 叫做手續費 已經完事了 再乘回匯率 已經完事了 他現在多了一個 簡直是 匯錢 是匯錢 銀行匯錢的費用 這個我覺得轉嫁到 消費者或者客人身上 有少少無良 即是你以前用的 已經沒有這些 我沒有的 都是這樣轉錢過去 但都沒有問題 其實我以前玩就是 我入錢去代拍公司 那裡已經有一堆credit 然後我的credit 夠稅數就是這樣 即是他開一條數目 給你不會這麼多 雖然大家都明白 實價 他不是騙 但是你情我願 去給的 但我們以前玩 就沒有這一項收費 即是說沒有收費 應該是這麼貴的 應該是 因為我前陣子有 試過找兩個公仔回來 即是真的 報公仔 很可愛的 我忍不住 所以香港找來找 找不到 最後找了一個日本網 又一賣 然後就把日本網 找了一個代購公司 有一個代拍的 那間就是 那間就是 我現在又好在 有時候找不同 有一些店舖 他又會做那個服務給你 我先發兩條信號給他 他會先報價給你 其實大部分拍代購都會報價 但是最後運費那裡 他不會作實 因為我找到有一些 他只是運費開給我 他那天不是作實 但他基本上我試過兩次 他的股票很準 所以那些我叫欣賭條數 我才決定去買不買 但我不知道現在是否 會不會是那個代拍公司 沒有跟他計算到 那個運費的數字 有可能是 所以他才這樣 還是他純粹沒有想過 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 雙方都有問題 賣家本身 你自己不想想 正常人家沒有開 你應該問人家 你猜不猜運費多少 我以前試過 我以前試過買其他東西 大件一些零件類的東西 我買的時候 我跟人家的電郵 是一直聊的 結果他說 他開了價錢給我 之後我都不斷問他 你猜不猜到 Around 那個運費 因為他那邊 可以打回去 那些貨人公司 我現在的貨 Around很重 你可不可以開大價錢給他 那些貨人公司 可以輸出給他 那時對面外國 我是跟外國人交易 外國人都能夠開了 Around的價錢給我 我又回應了這個數字 他現在應該就是沒有欣賞過這件事 可能就好像剛才所說 他那邊也未必要開給他 而他自己也沒有去問問人家 你猜不猜到多少錢 就只是一下子衝過去買 搞這樣 很簡單就是不要想著模型很輕 就很便宜 我給了一個例子 大王都知道我之前去海外工作 那間也是叫物流公司 是香港的一間代拍 不採用 但我們做TRAILING 我收你一套LING四個 你猜說多少錢 一套LING四個 只是零 零 零連合 只拿連盒吧 應該是我的bubble 包好一隻 包好一隻 再間開 我猜是不是 如果這個箱都大 用回剛才的計算法 是不是應該一千多元運費呢 不是 會拿二爛是不是三千呢 不用 不用啊 我們收緊是 只是講運費 只講運費是一套五百元 五百元 五百元港幣嗎 大約五百元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公司老闆很聰明 我們兩個禮拜走一次貨 全部用貨櫃 即是一直貴回去 是的 還有我們一版貨一米乘米二的面積 我們可以砌到九套連結 那說法就是你們是成功 要是你們用貨櫃就好一點 用貨櫃 整個季貨櫃 可以自己包一個櫃 但是很多公司未必會做那件事 是的 所以就 我都是那一箱要做 那就去找郵政 找貨櫃去做 可能找三個英文字母那些 馬上就拿那個箱給他 有些像紅鋪買就是馬上找那幾間物流 馬上去收那箱的東西 但其實我覺得代拍這些 應該很大部份都是用貨櫃 即是那個人用貨櫃回來 所以其實根本是卡水好心 即是你不做過的 你不會去思考這件事 即是我也是叫做 拿個半隻腳進去這個行業 我才知道 咦 貨櫃原來可以差這麼遠 即是我們一向都是 即是叫做什麼 即是給人家很多錢 那些東西回到來 如果價錢合理又可以 但我見這次又不可以說不合理 是純粹沒有計算 沒有可能講 應該一邊沒有人講 一邊沒有計算 我在懷疑 即是不肯定是不是 但因為我之前試過用那些代購公司 他又真的把貨櫃回來很快 他們多數可能是空運的 他那隻應該 我猜我那次用那個 他未必是貨櫃回來 因為貨櫃你剛才說 應該等兩星期 一水一水一水回來 那次說明是 整個流程內 會一個星期內 兩個星期內 所以那個是計算別人寄貨給他 所以我發現 結果不用兩個星期回來 所以我猜我那次 有可能就未必是用過一些回來 如果兩個星期內 就一定是飛機 還有可能我們小份的那些 精品的那些 那些可能未必會貨櫃 剛才那些零件類的那些 可能真的用櫃會比較好 但是現在你那些 我現在最矛盾就是 你這一百合真是 都不知道怎麼和你回好 我真是拆散去 來擺盒還是怎樣好 所以現在可以說是中了招 但這個 你自己看 我記得你那話 你覺得有幾個位置很容易 你覺得整件事 有幾個位置很容易 這件事很容易 很容易就是太衝動 事主也有說自己年紀不輕 你有一個pessence是好的 但是太衝動 你又不計算 然後又找不到人分擔 我印度那時候收藏東西 是由於衝動去做 但是看程度 衝動是有一瞬間 好 我拳了可以儲齊 以前有些朋友 或者我自己 可能我無緣無故要儲齊 某一套的玩具 然後我拳了 現在我出去找 我看到季一季 我還買回來 我那時候有衝動 但是至少在心裏面有個價錢 那時候我試過儲齊 可能有些慶眾 你也知道 可能有個系列叫聖鬥士星馳 可能是聖衣神話 每一隻很漂亮的玩具 那時候我無緣無故要儲齊 十二星座十二隻 那時候我買了幾隻之後 我已經很齊虛 然後我出去找 找到有幾款 特別貴 特別貴 然後那幾隻 很貴 原本炒貴了一倍 當年我見過一倍以上 我炒了 某些款 修羅 你也知道是說什麼座 我想有些聽眾 你也知道 可能是柱女座 薩卡 薩卡 薩卡好像在我那時候 可能有些聽眾說 我未必明白 假設說某些款 雙子座 我可以等到他 他新出的時候馬上買 不用吃炒價 那時候我買柱女座 要後追 即是換 儲換句 儲換句 那時候那個字眼叫做 所以是後追 一後追你吃炒價 吃得很辛苦 那時候柱女座 我在玩具裡抱過 真是怎麼算好呢 我又不見他有載版 現在 你幾乎兩倍 兩三倍 兩三倍的價錢 那時候我想了很久 結果我買了 升次澳炒 結果我買了回去 算了 我為了儲齊 到現在那些玩具 還在我家的櫃裡面 我還供奉 一群人 有沒有換袋 我沒有換了 你竟然沒有換 即是要舊那一套就算了 我舊那一套就算了 即是我儲了那些角色 我就很開心 那時候我形容 我是有些衝動的 我突然衝出去 我就見到炒價三倍 照吃照買 但其實我有一個價錢 我不會出去 見到一盒東西 就跟老闆說 老闆 外面一盒 處女座沙家拿給我 然後老闆說 我還沒說多少錢 我不用說 你總之多少 我都要給 我不會這樣做 我問了 老闆 沙家多少錢 處女座多少錢 我是先問的 我不會衝動的 即是他拿給我 不管 這張卡我給你 我不是這麼討厚 撈爆你的卡 不是這樣的 你不會這樣 應該說你是衝動在你 要去儲齊這件事 但是你去買 那時候你會有適當的理智 現在的朋友可能是 某個位置沒有計算到這些位置 也不止某個位置 即是那個全程沒有計算過 他也有大半程沒有計算 沒有很衝動 有些人甚至乎跟他再計算 一條數 計算到貨價 如果計算 可能心急要運 那些選票 有些人計算到最後一條數 我剛剛說的數 我不是計算七 八千 有些網民來的計算到最後一整份 也可能會隨時挣 過萬 我覺得應該是不需要過萬 我應該計算過 我覺得我們那個近 我覺得應該七 八千 但你去過那個價錢 你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去過一些愛國的網 我形容那些日柏 或者一些愛國 甚至是亞馬遜之類的 又是eBay 其實我那時候買這些東西在網上買 最重要是要計算這件事 首先在香港買不上去 第二要計算我現在這件事做完之後 我有沒有比香港買得便宜 因為我以前有計算過 由一些款式在香港斷貨的 買不回來 我去日本買 找人幫我代購 到最後回來買東西 我覺得有點貴 我試過 但問題是因為香港我找不到 所以我貴一貴就照回來 我記得你那時候買CD 買個三萬多日圓 那你為了儲存齊 我那次是瘋狂的 因為我後追 我是十年後才買回那隻碟 大家又聽過那個例子 因為有股衝動去後追 但你不知道三萬多日圓是照來的 我找過幾個拍賣網都沒有那隻碟 只有那個賣家 只有一個姿勢在賣那隻碟 是印得幾千隻 這個世界上只有幾千隻 因為在indy的時候不會印幾萬隻的 根本沒有那些錢 印得幾千人是很厲害的 好像五千多 很厲害的 以indy來說 當然說回主題 你後追是要衝動的 我剛才說要計算一件事 首先那個東西在香港買不買到 如果買不到你計算一條數 你應該要計算一條數才回來 而其次就是如果你計算一條數是 其實在香港也有機會買到的 那你就不要去搞外國拍賣了 我一定是 對 而且他買一百盒這麼多自己用不著的東西又多 你要預先要有人跟你一起吃那批貨 變成你自己買不到那麼多的時候 這筆錢根本就不值得用 因為那個時主 我記得他說 好像他現在說夠找貨錢不夠找運費 他還要找人跟他夾那批貨才夠錢找到那批貨回來 但如果你是去到這麼慢慢去買這批貨回來 其實你說一些工作需要或者怎樣需要 你現在是說買回來我做生意我放的 我這樣計算 你可能就說夠錢慢慢的我照樣 但現在這回事是收藏品 收藏品有時候去到某個位置就不要弄自己慢慢的 你除非說那個東西我這個月就是糧尾 我糧尾 洗完下個月 然後到糧頭出糧的時候就可以有錢回復 那就不用捱背面 你感覺OK 但如果說那筆錢你弄完之後 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回復了 其實我覺得不應該 還有近年我自己有另外一個經驗就是 之前做模型公司 我們接了一些命令 簽了合約 那要蓋什麼貨給人 那要特意去入拍 還有Amazon那些找回舊的模型 回來做reference 做reference 做reference 即不是說回來要改裝是做reference 是做reference 因為我們自己會出一隻新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二百多元買一隻大和號 二百多元 二百多元也不算怪 只是貨 只是貨 即是未算運 而且是很小的 以前那些可能連144也沒有 即是這麼大隻 很小的 然後買回來做reference 回到來都百多元運費 即貨價幾乎 都貴的 即是你自己要衡量 即是你自己買東西的時候 你都要 可能不是自己買的 即是像我這樣幫公司買的 你都要跟老闆說 喂 運費很貴 那你還去不去 那老闆說OK的 那是OK的 你說如果做事這方面 假設是自己做的 現在說 是我自己出一個新產品 我要買回來做reference 那我自己印了這個數 如果你是工作需要 就不要玩了 先跟老闆說一聲 不如大家知道你做這些 老闆有幾乎 那時候想買的時候 可能說 你幫我上網收拾回來 貴一點不要緊 做事要緊 接著說 那我看一下 要預算多少錢不要緊 你預算你OK 到回來 太貴了 其實他又會說 喂 我說要賺錢貨回來 你不用我賺到這麼貴 可以倒轉來說 是啊 很危險 可以倒轉來說 很危險 幸好那時候公司殺了 只有幾個人 容易跟老總接觸 你已經是所謂的 半軍如半虎 很危險 半虎的字 簡直是叮叮半虎 出來撿你一脫 變成這些事情 真的要很小心 那是說收藏 那些 都不是說他做事用筒 你真的 去到這麼緊張就不要搞 我覺得我經常都 真的 是啊 還有你不是 不是說經濟很穩定 都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最麻煩是去窮人夾的那一刻 又不收人訂 不收人訂 又不收人訂 搞到那些人全部都跳 全都跳 要搞到那些人走高數 因為我之前有認識到那些 可能去夾一批貨回來 之前先收完 訂先 收了一定先 你也收了一半 他現在又沒有收 純粹大家同好 可能大家說是模型迷 不收那些 變成人家跳到船 那你又 整件事好像從頭到尾都是失敗的 是啊 失敗的 真的很危險 大家記住 就算我假設你有一些 心頭好 你在外國 或者日本拍賣網 找到出來的 都不要這麼衝動 記住計算了數 然後再計算運費 你要自己心去的數 你可能沒有數 你也要 你找代購公司 就算他沒有開給你 你也要記住一定要去問他 他不能回答你 你就找另一間 我正常說是這樣的 因為正常的公司 怎會回答你 沒有可能 即是他現在事主 沒有說對方沒有回答 但如果對方是一開始 好像我剛才說 我自己去找代購公司的經驗 就是人家正常 我傳網給人家 說我現在想買這件事 我說必買這件事 我最高的金額是多少 正常人家開回來 例子那些東西 他是會開到這個價錢 這個東西 最後我應該預計的錢回來 這個東西寄給我運費是多少 我再寄給運費是多少 正常的公司 應該是寄出這些東西 給你的 你有這條數 計算了 你不可以的 他就不做這宗生意 正常不能像現在這樣 我預計不到運費這麼貴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運費多少 其實是不行的 正常一間代購公司 應該不會這樣 也是 因為你以前有 一些多人幫這代的公司 跟事 那些經驗 正常你的開會 人家的 都會有運費 正常 我們香港同事 接保單 都會先報價 報價是 那些貨連運費 全部報價 大約 你約數也有給人 對 即是你說不實 但你做了這麼久 你有經驗 你知道那些東西 你會 那個客人問你 即是你不用馬上回覆 你當然會找到 你找一下那些東西 多大多重 長闊高 你就這樣計算那些東西 是多大的 譬如我買一個鏡盒 可能很小 但很重 你上網找會找到 當然 這裡是未計算盒 那你就先計算盒 而且太小的東西 基本上是賺硬的 因為我們會收 即是有大部分人做生意 都會收最低的 那我覺得做生意 又是沒了一口非的 那先保隱自己 即是正如有些人說笑 我可能錄音 我幫人錄一句 那你可能說 錄一句 那除了開物很划算 可能幾十元一句 那你不可以這樣計算 那你應該要收回最低的 我覺得做生意沒有這麼說 但你說回到一個個案 所以 我問你最清楚 你有做過雷近工作 大家都很清楚 你這些代替王 一定會 那一刻 還給你運費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會找第二間 安全一點 我覺得是的 那間有些問題 他不肯報給你 好像探討下答後 那些貨物在這裡 運費多少 我不敢懷疑現在一間 但我最怕有些公司 如果立心不良一點 可能就會有機會 不開給你 就等 那些貨物我幫你拿回來 你不想賺錢 你就給運費 多少錢 多少錢 我這樣 有些最怕是這種情況 所以 那些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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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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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連結進去 計算報價那些 你的系統很漂亮 你的網站那裡 其實應該會有公式給人看 很多間都有 你會有公式給你看 然後你的客人自己去閱讀很多東西 這個是客人的責任 你自己都要看 網站一定會給你一些官方的記憶 例如一克100日圓 然後見貨是怎樣計算 即是幾大長寬高 對 長寬高成重量成匯率 我現在這樣空口說白話都說得到 沒有理由一個網站是沒有這些參考的 你這樣說也是 客人也有個站自己去看 其實我覺得cocation是一定要有在那裡 做生意就最好有 因為你沒有在那裡 我真的難保他日你亂來 但是有個網站我計算了一條數 可能我又可以兩重保障 即是你的cocation我預料了價錢 我看你的網站是怎樣計算 我計算又看你有沒有濫收費用 那些東西 最後如果回來的差別太大 又可以拿回來爭辯 那你有些保障 就千萬不要說運費都不知道 就好啊 你幫我逼回來才算 就千萬不要這樣 對 還有你這樣過完數他又不可以收費你 即是他沒有說的 我感覺到好像沒有 好像又是有問題沒有收費 所以這件事因為其實有些媒體報完之後 其實他的情報量又不是很高 即是我不知道你覺得是一個代購公司 那位人輕自己有點糊塗了 但感覺上就好像兩邊有一點點糊塗了 如果是那位人輕自己純粹糊塗的話 也未免太糊塗了 糊塗了 即是運費也不知道 就假設人家跟蹤我剛才的程序 做了quotation那些 他應該是沒有看過quotation運費那一行 應該是很難的 你很難只是看上方的數不看下方的數 總之很多就這樣空口說白話 普通消費者都會想到的東西 他完全沒有想的 所以真的千萬不要這樣 大家要記住 不過說到這件事 我也跟大家說了一些網拍 或者網購大家可以注意的東西 有時代購網等等 其實有很多間我也覺得OK的 很多間都OK的 其實做了久的都不錯的 但是你最重要是做過消費者的時候 你自己看清楚條款是最安全的 兩重保障 否則免費時間加一些貨回來 即是好像你想找收藏品回來 如果你回來搞了整套戲才回來的 如果你看過那個收藏品 你就想起整套戲那件事 你也不開心 所以當然要小心點 不要像現在大部分消費者 有什麼在消費過程中 感覺到不滿意 就把情緒轉嫁給商戶 我自己覺得 因為消費者其實是佔整個消費過程最重要的一環 你自己控制好自己的情緒 控制好自己的消費者的品質 雖然我這節目經常說一些 可能消費上可以注意的事情 留意怎樣沒那麼容易中鋒 但是自己站的都很重要 有時候千萬不要不做足功課 然後出了事就靜化別人 這個態度都要 即是有時候這個年代 好像很老套 但是除了要小心中伏之外 都要留意自己的態度 態度太不好也不是那麼多 我試過那時候可能在店鋪買東西 即是電腦店鋪很出名的 即是很大間那些 買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整間反光那些 大家猜到哪些 那時候也試過 我又有部電腦 有人懷疑我過去弄 然後我弄了一個 我跟那個人都叫做大家 挺好聊的 即是那時候我可能說 唉真的我壞懶 自己沒有做backup 人家那邊都很好幫我 解決了這件事 都說你趕著做事 他肯挖回你 那時候我正說 他不是幫我挖 但那時候可能那些店鋪說 你趕著做事 不如這樣吧 我可能叫師傅 先把硬碟給你 你回去做事 下次拿回來 我再幫你裝回去 又這樣 我跟那個人挺好聊 但因為他幫我拿進去檢查 那時候 我可以在外面等著 然後聽到附近有幾台客人 真的挺沒有語氣的 這些東西 自己作為容家 例如有時候 可能是在用某些電子器材 例如tablet 那些 即是我都聽到一些 他自己沒有做足功課 那些東西應該怎麼用 然後不斷吵人家 說要怎麼用 那些 但人家說幾句 其實這樣按就可以了 他又要吵人家說 這麼慢的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時候 那些時候 我也覺得也是 消費者那個站 自己先做功課 沒有下轉介給人 我自己覺得消費者 是最主導整個消費過程的人 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消費者是比較重要的一環 即你好像現在經常都看到的 就是飛機上不到飛機的那些 都這幾年都經常都聽到 這個分明是你消費者的責任 即是行李早已有問題 不是的 即是我買咖啡 遲了上班 不讓我登機的那些 你自己 要預時間 我聽真的 我覺得都頗不應該 即是我自己又不敢說什麼 我不是有很多經驗 可能要飛那些 但可能有時候 就算要搭飛機那些 我和朋友 就大家約了兩個小時去 即是我試過航空公司 最後一通訊息 出到到閘外找我 再打電話給我 那次真的是我自己不合適 然後我全都消費了 然後那部機器 是因為我延遲了三個字 他都願意等我三個字 我覺得真是萬幸 那次你做什麼 即是自己在外面計錯時間 是的 計錯時間 即是自己傻了 對呀 我不是一架八點機嗎 不是的 七點半啊先生 即是 我把Balling Pass寫12點 我打算12點才上機那些 因為那次是第一次自己飛 就不是和家裡飛 那就是傻子 因為以前的人總是提醒我 早上一個小時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我早到了 但我在閘外面 在那邊 那些 但是你也叫做小的那些 雖然有問題出現了 但你不會再犯下一次 但當然有些消費者 有時候上網見 有些都會說 上網店有沒有搞錯 我的東西還沒搞好 你有什麼人開腳機 有些人是這麼說的 我見過真的很離譜 這些真的是消費者自己的責任 麻煩就怎麼辦 這些真的要送個國學傘給他 好呀小姐 剛才這麼多話說 你不如這個下機好不好 我真的好像很壞 但有時候 你沒得這麼狡猾來的 所以說消費者責任是要的 就算這樣說 回到一個老生常談 其實劉華一句話 真是害死很多人 都是的 一句 明白的 大家都 劉華一句話 大家都記得哪句 那句話 真是年中害死很多人 很多人 來不及說 今時今日的服務太過不行 但有時候 有時候 你去餐廳 你可能吃東西 有時候幾十元 其實有時候 我只是吃個茶叉的時候 我都不好意思 搞不太多東西 是的 還有當你做了零售業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客人的一句 謝謝或者謝謝 是很難得的 這個我記得 早前 有個Facebook page 不直接說名字 但他的page 有時候會說 那些服務業新書 那些 那些服務業新書 他曾經出了一個post 如果有時候難得 聽到那個客人真心說一句謝謝 其實他會很開心 很開心 當然我自己有做過很多不同的行業 更加感受到 你很辛苦 每天騎十幾個小時做售貨員 然後 可能當中 每天有一兩個客人肯跟你說 謝謝 看著你說謝謝 然後雙手接你那份東西 那天你真是 那天已經很開心 那我應該不算太差 我那時候說一句謝謝 我覺得做人基本禮麻 我覺得你那句謝謝 又不是很好 我那句不值錢 那你做什麼 好像很論述地 又不說 基本禮貌是要的 那香港人 你又沒有虧過什麼 你那句謝謝 有時候我似乎 便利店買一瓶飲 麻煩你吧 通給 然後人家搞定了 你一張單 麻煩你了 我有時候說麻煩 然後我才離開 那句麻煩不是晦氣 那句麻煩 我輕描淡寫一句 他就離開 那我覺得有時候是要的 也是的 某時候又 有時候 有時候 無謂方向的面對著人 這些真的不明白 那叫做 今天跟大家說一說 忍不住郭亞基 做消費者 大家應該要留意的事情 就是不敢說 教話 絕對不是教話 純粹這兩個人在聊聊天 在說 有時候是否 劉華這句話 真的害了人不少呢 大家都要盡一下自己的消費者 應該要盡一下 所以特別上去網拍網購 或者可能有其他買東西的方式 除了那些店舖 例子 四千多元買一百元 結果 運費這麼貴 我沒有計算 那我就避免了情況 但做消費者的責任 就要買那個東西 不如你自己介紹一下 運費是怎樣 就可以減少那個縱復的機會 始終你夾著外購公司 那些貨始終在外國 在國外不適香港 有時候都要注意一下 否真的很麻煩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愛自己的貨 共勉之 只可以說 我們經常都可以買東西 我們經常都可以買東西 都要小心 提升自己 那今天的節目時間 都差不多了 很感謝阿易又上來 一起聊聊天 下次再有對話題 又再叫我 再有題目 我叫你上來 一起再出水 多謝大家收聽今集節目 下星期同樣時間 再和大家90後翻牆大作戰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